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现在呢,有一连串的后续的反应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这个黑客攻击台湾电视台的故事 在8月6号晚间,台湾省电视台新闻联播 当然这个国内讲的是新闻联播了 这个到底是哪个台被攻击了 我也没太仔细看 据说是某一个比较绿营的台被攻击了 在放新闻的时候被攻击了 然后攻击了以后呢 就是全台湾的人 就是正好在看这个电视台的人 就看到了这个放了一幅图片 这个图片呢是这个叫做 叫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大概是这个静态的图片 然后背景的声音呢是一首歌 叫我和我的祖国 就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比较讽刺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插播这个 就是等于是替换人家原来的节目 在放这个歌的时候呢 这个里边的专家呢 正在讲这个解放军没什么 啊害怕的 这个跟我们平时沙盘推演的一模一样 大概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就被掐断了 啊所有收看这家啊极端电视台的这个台湾人啊都遭遇了五星红旗飘扬 我和我的祖国自动播放的这个场面 在啊伴随着当地网友的热议啊 这个等于是大家也说啊怎么可以这样 那个所谓热议呢肯定是被骂上街了是吧 一定是被骂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啊这是8月6号 然后8月7号晚上应该还是他们台 然后呢这一次啊播放的是什么呢 叫祖国大好山河 这个第一次啊播的是一个静态的图片 第二次等于我播了个视频 这个视频里头呢包括这个湖南的长沙啊橘子周头 然后呢这个云南大理寺啊大理的三塔寺 重庆的朝天门啊 贵州的这个一些这个美丽的山川吧 江西的这个啊五宫山等景点 还有祖国的乡村风光啊出现了贵州青海上海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陕西天津等啊多省市自治区乡村画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啊视频 然后背后放的叫我的祖国啊放这样一首歌 然后呢8月7号还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在台大教务处的这个网站啊给人黑了啊台湾大学教务处的网站 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红色图片啊整个全都给替换掉了 这个红客联盟啊就是咱们国内的确实也有一些啊做这个啊 算是黑客吧但是人家说我们是红客啊这个他们呢曾经在8月3号发文表示 叫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所有红客成员以小组为单位 时刻准备着大概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所以呢啊就怀疑有可能是他们干的 啊佩洛西呢是2号访台啊然后呢3号离开 所以呢这个红客联盟啊讲的这个是呃3号发的文章 然后到5号呢啊我估计是他内部有点控制不住了 然后又出来发了一次声 这个红客联盟发的是什么呢 说为什么攻击台湾政府攻击台湾医疗网站呢 在此声明啊并不是我们干的啊并非我们团队 这个红客联盟官方通告近日有网友质疑 中国红客联盟为什么攻击台湾政府啊 他肯定也是有些政府的这个机构也被攻击了啊 刚才咱们讲的是攻击了电视台 当然还有饭馆还有711还有地铁什么都在被攻击 然后攻击了台湾的医疗网站啊 那么啊在此声明啊非我们团队同时我们强烈谴责打着中国红客联盟啊 名号进行各种黑客行为的团队 红客是爱国的台湾是中国的啊 请理性爱国啊任何无视中国法律对台湾政府网站进行攻击的行为啊 都是骇客行为 那么呢下面他们就啊就是啊就说把这事撇清了啊撇清了 然后后面呢就是有一个叫啊 apt27的组织出来承认了啊 这个就不能是红客联盟了 但是他们这个承认的时候也是用的红色背景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 然后出来说了说全世界的公民你们好我们是apt27公击可以叫我们27啊 我们对台湾的行动暂时结束了就刚才这事我们干完了 此次行动啊此次行动对台湾内政部警啊警政署啊交通部公路总局台湾电力所谓的总统府 金智阳科技啊公司旗下的IoT及路由器啊 啊财金资讯公司啊电脑国际公司啊电脑国际公司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行动打击啊 啊这个就是首先有人出来承认了 然后呢他前面讲了他攻击了哪些地啊攻击了是叫内政部警政署 这个估计是应该警察部门吧 这个名字比较绕嘴啊不知道 然后是交通部公路总局台湾电力所谓的总统府 就是我不承认你有总统啊 你说我一个省最多有个省长府 然后呢叫金智阳科技公司旗下的IoT及其路由器啊 这个呃这个这个名字不知道这个公司是干嘛的啊没跟他们打过交道 然后呢财金资讯公司电脑国际公司然后进行了不同程度打击 然后我们还将公布部分台湾设备的零带啊零带前面我讲过它是一种漏洞啊 就是他们要公布一些台湾设备的一些大的漏洞啊 以及政府泄露数据就是他肯定还偷到了一些数据 我要拿出来给大家抖了抖了哎 我们在此警告台湾政府我们此次行动仅仅只是活动身体 我们现在手上还掌握着超过20万台台湾的联网设备 如果你们继续挑起局势我们还会回来祝你好运 大概就是叫啊啊啊apt27发的这个公告大概就是这样了 然后apt这个组织啊或者说它是一种攻击模式啊 他呢叫做啊advanced persistent street大概是这样念的叫高级持续威胁啊高级持续威胁啊 主要呢是叫利用啊手段比较高 然后呢攻击是持续的 而且危害比较大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攻击叫apt攻击 这种攻击呢啊后来也是很多国家的这个黑客组织呢就会起这样的名字 啊apt29是比较著名的俄罗斯黑客团队啊 他们呢攻击过美国政府攻击过美国的能源系统都干过 然后apt27呢就是大家注意啊这种组织一般是就是你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 然后这apt27是被国际上普遍怀疑在中国大陆的啊 但是这个事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啊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啊 这个apt27所以他说我们干的这个红克联盟撇清了啊说这不是我们干的 apt27冲上来说这是我们干的啊但是这种apt攻击呢是比较讨厌的啊 因为呢他是叫不怕贼偷怕贼惦记着他等于一直在啊扫描啊这个定位 然后去埋伏你的这个系统啊随时他不喜欢了不开心了不高兴了啊 他就跑来折腾你一下当然正常情况下这种攻击呢啊主要是为了求财啊 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就出来折腾你一下 那你说这个电视台系统啊什么点歌系统啊包括他这些政府网站啊啊还有大学网站啊还有这些东西啊地铁系统啊这个711啊什么的他怎么就那么就容易被攻击了呢 对吧这个里头啊首先要分两块说 第一块呢这个大学网站这种东西啊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容易被攻击的东西 为什么呢因为他比较穷 而他的技术呢也相对来说会比较落后和粗糙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网站上会调用很多很多资源 比如说我这上面的这个啊一些资源文件呀图片文件呀 CSS的这种库啊或者是很多这样的东西我都要去调用 而且呢再加上这个CDN叫这个内容分发网络的参与啊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大概有这样的网络的参与呢 他这个解析的过程又变得非常复杂 就很多做网站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弄 或者说怎么能把它配好啊 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被黑客攻击 黑客比如说可以啊进来以后 甚至我都不需要到你学校的服务器上去登录 我就可以在外围就可以把这事搞定 我就替换你的一张背景图片嘛 对吧每一次需要读这张背景图片的时候 然后把它指到一个特殊的地址 然后大家都到那里去读这张啊地址图片 或者说啊我背景图片 或者我把你的CDN上的某一个节点 或者某一个CDN上的这个图片给你复制成这个不就完事吗 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干的 然后至于政府啊什么这种攻击呢 啊他可能也是啊进去 比如说真的是有一些啊我去潜伏进去 有些漏洞啊或者有些什么这样的东西 可能也有哎 咱们今天呢就说电视台 大家知道电视台这个节目啊录制 你比如说可能有摄像头啊有什么摄像机啊 你去录制了 但是最后的这个编播系统啊 我们管他这个系统叫编播系统 他呢实际上就是个电脑系统啊 就是说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播什么 某一个时间段播什么 哪怕是直播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网络系统和电脑系统在控制的 啊不像以前似的 以前大概在呃 多少年前 在2000年往前前后吧 那个时候都是各种专业设备 比如索尼的设备啊 什么导播台啊都是都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一大堆的按钮 一大堆的这个什么波杆啊什么都是 都是这样的东西啊 现在这些东西还在啊 不是说没有 现在这些东西还在 但是呢 这些东西只是相当于是一个键盘 就是说比如说我按了一个按钮 那么那么就把某一路信号切到哪个哪个台面上 他实际上是干这样的一个工作 但是这个工作呢 啊其实你按进去以后呢 就是他自动的执行了一个脚本 哎 他是这么来处理的 哎 现在的话 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就是电视台的这种编播系统 就是个电脑系统 而这种电脑系统是哪做的 都是中国大陆做的 对吧 包括711的管理系统 什么地铁的管理系统 什么饭馆的这个什么点根系统 这个所有这些系统都是中国大陆做的 然后他的政府系统是不是中国大陆做的呢 啊我怀疑大概率也是 为什么呢 就是啊 我其实录过一期视频专门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啊台湾 他这个地方很小 两千三百万人 对吧 每一次什么技术最时髦大家都去学这个 对吧 软件技术最时髦大家都去学软件 软件技术时髦完了以后 是硬件技术时髦 大家都去学硬件 就是台湾的软件人才就下降了 就没有那么多软件人才 你需要做这个外包 就需要包到大陆去 包到这种地方去 然后现在硬件也不时髦 都是芯片时髦 那么所有台湾的这些IT人才 都去学芯片了 对吧 他就没有那么多软件人才 所以台湾各个地方从上到下的这种大型的软件系统 基本上都是中国大陆做的 这个他就是这个 因为你想他咱们有便宜 对吧 人又足够多 这个而且呢 这个叫什么 中国我估计可能整个的这个程序员的数量没准搞不好 比这个台湾人口数都不多 都多 对吧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而且这个叫什么 就是说两边的语言也通对吧 他跟咱讲中文 咱也能讲中文 能对付 然后写繁体中文的字 咱也能认得出来 所以呢 就是大量的这种台湾的这个系统都是在中国大陆做的 哎 但是这一次事件以后 他就要这个调整啊 就要调整了 啊 那你说中国大陆做了怎么就这么坏 就就要留后门啊 这个真不好说啊 这个真不好说 未必是故意的啊 未必是故意的 这是这但是后门一定会有啊 就很多的程序员会为了啊 这个维修方便 为了什么方便 会给自己留一些这个啊 检修通道 会有这种东西在里面 对吧 而且很多我其实在福建那边 在厦门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公司 他的公司是台湾人开的 就是台湾老板 然后呢 雇了大量的大陆程序员在那里写信 写应用啊 写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给谁写呢 就是给台湾政府写 或者给台湾的那种客户写啊 他们就干这种事情 这个啊 在福建在那边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 这个如果这些黑客系黑客 他找到了这些漏洞啊 找到的这些后门啊 甚至说他没准说哎 我干脆就派一个人进来求职 对吧 我就到这些公司里面去上班 你要相信这些黑客本身技术还是可以的哈 哎他去应聘去求职 他是可以求到职的 然后他就可以掌握这些漏洞和后门 哎 他就可以去做对全啊 台湾整个全岛的所有的 由这个中国大陆开发的这些系统 他就可以去攻击 哎 甚至这个就是比这个前面咱们说 啊 叫什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啊 乌克兰的黑客去攻击俄罗斯的各种啊 系统 比那个还容易 为什么因为这个系统就是咱们自己做的啊 所以这个事呢啊 这一次整个的攻击行动的背后啊 底层逻辑就是这个就是台湾自己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软件人才了 然后他们整个的现代化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由啊 可能中国大陆这边的软件外包人员给他做的 甚至可能就是直接买的中国大陆的某个公司的一些啊 软件系统就拿回来直接用了啊 因为咱们这真的是这个质量好量又足的是这个软件开发人员啊 他就直接用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 可能有大量的漏洞和后门啊 就直接就埋在他这个整个全导从上到下的所有的军机系统里面去啊 都有 而且都都很多 就而且可能就是说整个这个系统的安全性就没有那么好啊 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发生了以后啊 啊还是要看国家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如果大陆政府说哎我们啊 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啊 我们要去坚决的制止他啊 甚至要抓些人啊 那么可能呢 这个就是还是可以啊 这事还是可以平息下去的啊 因为国内呢是有叫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 就是这些人实际上已经犯罪了 你跑到台湾去破坏台湾的啊计算机信息系统 他也是犯罪 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跟台湾这两个地方啊 这个中国跟中国台湾这两个地方吧 他是没有这个司法护认的 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讲说哎 一个台湾人在中国犯了罪只要跑回台湾啊 他就没办法了 因为这两个地方没有任何的这个司法上的这种承认和这个什么都没有 对吧这个这个包括中国大陆的人跑到台湾去出了一些什么事情也是跑回来就完事了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啊 这早期是这样 那么如果中国政府说我们严厉的处罚这种黑客行为对吧 你实际上啊不光是攻击了电视台对吧 你还攻击了这个叫做呃医疗系统攻击了交通系统 这是会给人的生命安全带来这个巨大伤害的对吧 那么这个是呃搁在任何地方都不被允许的啊 搁在任何地方都不被允许的啊 就像以前啊有这个截击的啊 从台湾截击飞大陆啊 一开始呢咱们还这个大力宣传说啊 你看他多么爱国他截了飞机飞回来了 对吧后来也就不再说这件事了 为什么呢 这个截持飞行啊航空器这件事 他是一个全世界都无法容忍的一种行为 因为你一旦截持了航空系 你有可能撞楼像911什么 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对吧而且呢一飞机的人就一个都跑不掉 所以现在就是再也不说啊 你们请驾机来起义吧 然后请截着飞机回来吧 再不说这事了 对吧这个事是不能去说的啊 这个事不能说的 这个破坏截然机信息系统这件事情啊 现在呢国内的新闻媒体呢 还是在当一个笑话在说啊 说你看他们活该啊 这个甚至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很多的这个评论很多的网友都说啊 他们活该啊 他们就应该这样啊 这个呢我觉得啊 就是甭管这个啊佩洛西访台啊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或者是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和结果 哎我们可以不喜欢 但是呢台湾还是啊中国的至少到现在 我们还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吧 那么任何一个组织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啊 去破坏截然机信息系统啊啊 去劫持电视台的播放信号了 去这个破坏这个交通系统了啊 去破坏医疗系统了去破坏什么便利店 破坏什么这些东西了 他都是犯罪对吧 如果你还承认或者我们还承认啊 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 那么这件事它就是个犯罪啊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而这个事情呢 后边还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就是所有中国外包的名声这一把就损失殆尽 对吧 如果你是在国内做外包的给国外做外包的 哎可能未来再接生意就会变得比较难了啊 就会变得比较难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 因为发现哎你们中国人在这做了外包 然后你就留了后门 然后中国的这些呃 红客也好黑客也好就跑进来啊 这个肆意的破坏啊 肆意的破坏 然后你的政府也好媒体也好啊 还在那里幸灾乐祸啊 那么这个事呢就啊 没法整了啊 这个中国整个的软件外包行业啊 都会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 当然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呢本地是有一家这个啊 安全企业的啊叫做趋势科技 叫Chin的Micro啊 这个corporation吧 大概是这样 inc吧 他们应该是inc啊 就是他们叫趋势科技 是最早的做杀毒软件的公司之一啊 他们做的软件的PC selling啊 那么啊 包括啊 这个企业用的安全系统 什么这些东西他们都做 虽然后来这几年呢 发展的不是很好啊 可能这一次呢 就算把他救活了 那么台湾从上到下 所有的个人 所有的机构 所有的这个啊 企事业单位啊 就都要啊 加大这个网络安全的投资了啊 那么啊 如果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上市公司啊 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上市公司吧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股票啊 当然你说我买的股票赔钱了 你也不要来找我啊 这我从来不对自己做的任何投资建议负责任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啊 就是啊 佩洛西访台 8月2号去8月3号走 然后呢 这个啊 叫做什么呢 中国的啊 红客也好 黑客也好 apt 29啊 27啊 咱们是27啊 apt27 发动了对台湾的政府机构 啊 台湾的交通部门啊 台湾的地铁 台湾电视台 啊 台湾的711啊 台湾的很多饭馆的这种自动点歌和播放系统 对他们发起了攻击啊 这个事情呢 到现在啊 他们说是我们已经攻击完了 但是呢 他说我们随时想来就来啊 想走就走 如果你继续不听招呼 我还会来啊 还留下了这样的威胁啊 就走了 然后呢 在国内呢 现在还在幸灾乐祸啊 还在很开心的在看这个笑话 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呃这个故事呢 就讲到这里啊 然后希望大家帮忙点赞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Discard讨论群 再见